妙法莲华经浅世 如来寿亮品第十六 觉悟真理的人寿命无量无边 他将自己的智慧发挥得淋漓尽致 为有情众生的慧命解读 而提供一方苦口的良药 即是妙法如莲花般的真理 诸位善男子们 要相信如来所说的话 是真实不虚的呀 你们应该要相信 如来所说的话 是真实不虚的呀 你们应该要信解 如来所说的话 是真实不虚的呀 佛陀 恳请您为我们解说 只要佛陀您为我们解说 我们一定会相信的 佛陀 恳请您为我们解说 只要佛陀您为我们解说 我们一定会相信的 佛陀 恳请您为我们解说 佛陀 恳请您为我们解说 佛陀 恳请您为我们解说 佛陀 恳请您为你解说 菩提树下彻悟得成无上正等正觉的 但是事实上并不是那样的 佛陀不是离开皇宫后出家修道才成佛的吗 大家不要吵 佛陀会告诉我们事情的真相的 请安静 事实上 从我彻悟成佛以来 已经经过无量无边的久远时间了 譬如 极有五百千万亿无量无数的大千世界 将这些世界打碎为粉末 拿着数不尽的粉末 经过东方五百千万亿无量无数的国土 放置一粒微尘 像这样的一直往东方走下去 将微尘完全放尽为止 各位善男子 这些世界的数目 你们可以计算出来吗 世尊 这些世界是无量无边的 不是心力可以算出来的 诸位善男子 诸位善男子们 我现在要详细地对你们宣说 在这么多的世界里 以一粒微尘为一节来计算 我成佛以来的长久时间 比这些微尘还超过很久 已经有百千万亿无量无数节 那么久远了 啊 这么久啊 我就常常在这娑婆世界 以及他方国土宣扬佛法 并叫化了无数的众生 在这中间 我有时说 我降生为燃灯佛 或说降生其他佛陀等等 并视线涅槃 像这些事情 都是为了方便度众而显现的 诸位善男子们 假如有人到我住处来参访 我会用佛眼来观察 他的根气好坏 以种种方便法门 来教化他们啊 依照不同的根气程度 而在在处处说 自己不同名字的佛号 以及硬化世间的年限长短等事情 哦 难怪佛陀 有这么多名字 诸位善男子们 当我看到福德微薄夜报众的人 就会方便告诉他们 如来于年少时出家修道 而彻悟成佛 可是事实上 我在九远节以前 已经成佛了 寿命也无量无边 常住不灭呀 实在是为了方便教化众生 才这样的说成道在于 且也成外的 哎 惭愧自己 业障 深重了 如来的寿命 是无量无边的 此事真实不虚 如来能彻见三界的本来面目 不生 不灭 不受轮回 非空 非有 请不要用三界里的人 所用的思维 眼光 去看三界的事 哇 这是我们凡夫 无法想象的呀 我之所以 会有那么长久的寿命 是由于我修行菩萨道 所成就的 如今 我的寿命 还依然未穷尽 还有比前面所说的寿命的 好几倍长久 既然如此 为什么如来 要视线灭度呢 我之所以视线灭度 是为了方便教化众生 使他们入佛道啊 为什么 佛陀常住在世 不是很好吗 如来 如果常住在世 博德的人 就不会懂得 种下善根 会变得贫穷下贱 贪求五欲 落入邪见中 如果看到佛陀 常在而不灭的话 会心生娇慢 怠惰而不知精进修行 原来如来 是为了方便教化世人 才视线入灭的 比丘们 如来这么做 是为了让世人明白 能生逢如来 住世的时代 是一件极为难能可贵的事 因而心中渴望见到如来 并产生恭敬心 进而 种下善根 增长得度的因缘 好慈悲的佛陀啊 这就是如来教导众生的方法 就好比是一位善于治疗各种疾病的良医一样 他有很多小孩 有一天 他外出远行 回到家里的时候 回到家里的时候 怎么了 怎么会这样呢 喂 喂 醒醒啊 孩子 怎么了 你们要撑下去啊 是 是毒药 我们不小心吃到毒药 爸爸 救我啊 我明白了 我现在就赶快去配置色香美味的良药 孩子们 把这药喝下去吧 很快就会好起来 快快喝 好难喝 我不要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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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药味香甜可口 很好喝 快把它喝下去吧 肚子马上就不疼了 这药的颜色不好看 味道不好 我才不要喝 我也不要喝 是吗 你们那么讨厌吃药吗 这些孩子们 因为毒药发作 所以一时会模糊不清 不能分辨好坏 我得想想办法 好吧 我老实告诉你们吧 孩子们 我已经老了 不久就要死了 可是你们不用悲伤 这是我为你们准备好的良药 我把药放在这里 如果想喝的话 就拿去喝吧 爸爸又出门了 爸爸又出门了 怎么办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过不久 良依托仆人传唤回来给小孩们 小主人 不好了 不好了 我们的父亲已经死了 都发生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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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知道 我们应该听爸爸的话 把药喝下去了 我现在就去喝药 这样的 所有的孩子们全都解了毒 恢复健康活泼的样子 良依也听闻孩子们都恢复体力而归来 哦 原来佛陀的法身常住不灭 受量无穷 嗯 为了挽救孩子们的生命 这位良依有这样的手段 是不是犯下妄与罪呢 不 他没有犯 如来以方便的手段 教化众生 也是相同的情形 世人 就像喝了毒药的小孩一般的 沉沦在毒海中 如来自从成福以来 寿命无量 为了救度世人 所以才以方便的手段 告诉世人 如来即将涅槃入灭 而使世人心里渴望见到如来 同时 如来也为世人留下一帖 绝妙的良药 这个绝妙的良药是什么呢 它就是妙法莲华经啊 尤其是